各位朋友大家好 因为工作的原因非常繁忙 所以只能断断续续给大家做一些视频节目 网上有一个针对全民共振 有一个耸人听闻的巴巴手铐计划 我看了这个计划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写这个写说出这种言论的人 他究竟是共产党精心布置策划的呢 还是无脑而在那个地方闭门造车杜撞的呢 是什么样的用心 什么样的目的 大家自己判断 我先跟你说一说这个所谓的计划 这个所谓巴巴手铐计划就是说 全民共振讲述国内有88个发起人 88这个数字相当于发财发发 同时也相当于手铐 共产党说五亿全民共振计划 就是共产党党内声称的这个手铐计划 爸爸手铐计划 网上面这个这种言论已经流传了很多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抹黑全民共振 他们把全民共振认为是共产党的手铐钓鱼计划 和我们实际推行的这个全民共振 是不是共产党能达到这个目的 你稍微有一点大脑你去分析一下 全民共振它是在全国发起的一个全民上街聚集的活动 聚集的人群不打标语不喊口号没有标志 请问这个手铐准备靠谁 没有标志没有口号没有横幅没有具体的针对群动 这个手铐计划能靠谁 那么如果谁也靠不住 共产党事先精心布置海外来做这个计划 让海外号召 那么号召的最后大道的结果就是什么 也就是大量的人在广场聚集 聚集以后谁怕 是共产党怕还是民主力量怕 你分析全民共振这个计划 究竟是对共产党有冲击 还是对民主有冲击 如果是共产党没有冲击 是民主力量受到冲击了 那么这个计划是达到共产党的目的 而且共产党会不会发起一个 让老百姓上街来对他专政政权进行冲击的计划 然后他以你们来冲击了以后我们来靠人 有没有可能 共产党有没有那么愚蠢 而恰恰是共产党最怕你们聚集 你一旦聚了 哪怕你们什么事都不做 你们仅仅在广场聚集 你们相互眼神示异 你们相互彼此心领神会 只要你们上了街 是共产党怕还是民主力量怕 这种只要有简单智商的可以想象的行为 如果是能够变成是首靠计划 那么散布这个计划的人 他是什么用心 他就是帮助共产党的保护维稳 他就帮帮助共产党来达到一个 特别怕民众聚集民众上街 他一定要碰见民众上街 他千万不能让民众聚集到街上 这种人他是什么用心 稍微有一点头脑你都想得出来啊 还会把这个计划摇摸成是共产党的首靠计划 共产党会制造出那么愚蠢的 让你们老百姓都上街 我们到街上捕人 共产党需要到你们到了街上来捕人吗 共产党如果发觉哪一个人 是他想定点除掉的对象 共产党再不要任何理由 就会到你家把你带走 共产党抓人要理由吗 共产党只要觉得你有威胁 他随便找一个理由 就可以把你送进牢房 他会现在海外去找人去煽动 发起大家一起上街 然后把你们抓掉 共产党有那么愚蠢吗 有那么愚蠢到把你们全部发动上了街 然后到街上再抓人吗 共产党就这样的至少吗 共产党搞了七十年的维稳斗争 他不知道维稳是怎么维稳吗 他会安排海外像我这样的人 来帮助他忽悠把大家都弄到街上以后 他来一个个把你们上街的人都抓掉 共产党会是这样的思维吗 你把共产党的智商看得太简单 你把共产党的斗争水平看得太简单 共产党真是这种水平 共产党垮了十次二十次啊 共产党没那么蠢 共产党要你们坐在家里面 要你们安安稳稳 要你们气都不敢喘 要你们话都不敢说 要你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共产党最怕你们交流 最怕你们在一起聚集 共产党最怕你们一起走出家门 走上街头 因为你们走上街头 什么事都不做 共产党都知道 他这个政权 会被你们这种 走上街头人民这种聚集的这种沉默的力量所推翻 共产党就是不能让你们上街 六四之后三十多年来 共产党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防止你们新火燎原 防止你们每一个星星 防止你们这些新火能够互相连接 让你们的新火完全断在家里面 让你们自己在家里面发牢骚 而绝不能让你们新星之火 能够点燃能够燎原 我们搞的五一共争 恰好就是新火燎原的计划 怎么会被你们妖魔化成 共产党的八八手铐计划呢 有几个什么媒体 什么节目的组织人 每天在那个造谣 每天在污蔑 说是全民共争 就是八八手铐计划 你究竟是在帮共产党说话 在帮共产党维稳 还是要扑 扑灭民主力量 还是你是站在人民民主正义的一边 你能够让人民能够聚集起来 来兴奋对共产党 有燎原新火之士 对共产党的形成 打击的抗争力量 你看一看你做的事 是站在人民的一边 还是站在中共的一边 所有的人 你在传这个帖子的时候 你一定用你的大脑想一想 你对这个言论 你看他是对中共有打击 还是对民主力量有打击 我吴电明不需要去解释 我做的事情 多么高尚多么伟大 多么为推动中国民主有多大的贡献 我根本不需要解释 那种企图想记录我到天门广场去送死 企图要求我首先到中国国内去共振 然后死在广场的人 你是可耻的 你是无知的 如果你是共产党是特务是五毛 那么这是你的任务 我就不用去跟你多想 因为你本身就为了拿来五毛钱 你就要干这个事儿 但是你说你是民主意识 你是爱好民主力量的 你多么多么的无知啊 你良心多么多么的坏啊 你明明知道这一个正常思维的人 是不可能做的事 你要这样去记录我 你这样去抹黑我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上很多人说是要扒一把我吴建民当年的民主史 看一看我是不是六四南京学营的领袖 看一看是不是我六四学营的领导人 我告诉你们讲 我最欢迎你们去看一看我建民的革命历史 如果你们真的是认真的去了解 认真的去调查 认真的去做好走访 能了解我建民当年在南京怎么参加革命斗争 怎么带领南京的学生抗争中共的话 那说明你是一个事实求是的人 是尊重历史的人 我建民从来不要歌颂我的贡献 我的战友无论现在在国内的还是到海外的都有很多 网上在大家能够熟悉的网友里面 国内有叫齐志平的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叫原来这里有个门 网上都可以下载的到 大家可以看 是齐志平当年刑满之后 他在写的这本书 他在这本书上 对整个南京八九六四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学生动作里面有详细的记载 大家有兴趣想还原历史请你们去看这本书 那么当年我们南京高智联的领袖 在高智联里面担任领导人的 也有现在人在加拿大的 他在网上用的是他的实名叫朱立全 你们也可以在网上找到他 去询问当年南京六四高智联的所有行动 我吴建民的这些什么斗争历史你们都可以去调查 建民是血与火考验的 是经得起每一个人来质疑的 我再次给你们重申 吴建民的骨头是硬的 吴建民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个战友 吴建民没有给共产党写过一个字的投降书 吴建民没有接受过共产党一分钱 吴建民没有接受过共产党一次勾兑所有对我的威胁利诱和各种恐吓以及拉拢腐蚀 吴建民都拒绝了 在民营圈里面有很多人经不起共产党威逼利诱腐蚀拉拢 但是建民做到了 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100年之后的考验 我今天讲的话对历史负责对我的子孙负责 我希望所有那些对我抹黑的人 你大胆地站在我面前 不要像个小人一样 动不动抹黑了 造谣了 举报了 什么利用水晶去攻陷了 怎么去封掉封掉我的推特了 还有网上的人认为我的推特被封是我在说假话 说根本没有推特 推特不可能被封 还有推特封掉那么回事啊 我觉得你真的幼稚啊 你稍微用点头脑你都不应该讲这种话 推特封不封会不会封 需要我吴建民来解释吗 推特有没有可能封 请你去咨询推特公司 我们观察任何一个人讲的话 观察任何一个民营人士他所做的事 你只要看他所做的事 对推动中国民主是有利 还是对中国共产党保共维稳有利 只看这么一说 全民共产这个计划究竟是对共产党有冲击 还是对共产党有帮助 全民共产究竟是号召老百姓 包括那些访民们一起上街对共产党能形成政治压力 还是说全民共产是让所有的老百姓参与全民共产人通通被共产党靠起来抓起来送进监狱 你只要稍微头脑分析一下 我们全民共产访民们上街是他们自己的访民集体在组织 谁上街谁不上街都是由他们自己个人的选择 访民之外全民围观更是每一个网友自己选择 你想去聚集你就去 你不聚集就拉倒 无论是愿意上街的还是不愿意上街 还是在家的还是愿意围观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地方报名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领导人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组织 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告诉别人我是去还是不去 请问钓的什么鱼 如果是钓鱼我们一定会进行策划进行组织 告诉所有人你总是报名 然后指定领导人把你们的名单报上来 然后把这个名单送给共产党 请问全民共产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行为 我们都是告诉大家你自发的去 你只要到广场你愿意去你就去 你不去你觉得你觉得不安全你就待在家里面 你不想去或者你去看了一圈 你觉得没什么希望没什么意思你就回家 请问这掉的什么鱼 八八手铐靠住谁 相反出隆这个八八手铐计划的 不断的宣传八八手铐计划的这个人 你是什么用心 你的目的是究竟是为共产党保共维稳 还是共产党派你来做这个事的 你不断的包括在媒体 在所有的公众面前去宣传 包括在推特上发那么多推文 你告诉别人这个全民共产就是手铐计划 请问全民共产影响到你什么利益 全民共产究竟是共产党怕 还是你怕 还是你担你担心共产党的体制倒台 你的那个狗粮没地方领了 我真的鄙视你 我建民从事中国民主命令三十年 我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我从不跟别人发生口舌 我也从来不针对任何一个人 我从来不会去随便打横炮 别人对我的攻击污蔑我视而不见 但是在大是大非在斗争方向性 在决定这个斗争是究竟是保共还是倒共的问题上面 我建民要旗帜贤民我告诉大家全民共产是倒共的行动 而绝对不是保共委婉的行动 而那个反对全民共产把它说成是八把手铐计划的人 你如果能理论上和事件上能证明全民共产是出卖民主力量 帮助保共维稳 只要你能拿出理论一句拿出你事实来说服大家 我就佩服你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仅仅是造谣 仅仅是在里面污蔑仅仅是产生邪恶的指控 仅仅是误导民众 你就是帮助共产党在保共维稳的人 像你这样的人非常可耻 因为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像一大批 像你们这些维护着共产党体制拿着共产党的狗粮 为了一点点个人的利益就可以出卖良心出卖良知 甚至是出卖你的父母出卖你的祖宗可以讲 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家庭你只要在三代之内 你早不说被共产党迫害的律师 不管你是共产党党内还是党外 哪怕你的家里面曾经是共产党的高官 从习近平开始他的父亲习仲勋 被共产党曾经18年被共产党打为阶级一己 被共产党作为头号大毒草 习仲勋多次在死亡边缘上徘徊 习仲勋他自己的回忆录写过 他为了他的儿女他只能选择忍其成生活下来 他甚至用装疯卖傻来苟延他的生命 主要是为了他的儿女当然他等到了这一天 他比起很多共产党有气节的那些选择自杀的官员 选择了名则保身 选择了自己活下来也就有了今天的千年明君 那么千年明君他也有国恨家仇 他的国恨家仇恰好是给他制造国恨家仇的共产党 只是千年明君今天有一天混到了党内的最高领导人 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报这个仇了 因为他要借助共产党这个邪恶的机器 达到他自己个人终身制 达到他自己做实际的皇帝 达到他自己享受个人的安乐 享受自己的淫欲 他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 所以中国人太容易遗忘了 他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自己的伤疤是哪里来的 相反他们为了一点点利益 他们就可以选择站在敌人的一边 选择站在他给他制造仇恨里面 任贼作父这样的人太多太多 我们见的太多不需要我建民一个个去列举 只是今天仍然看不清和今天仍然在这条道路上面 越走越远的人我建民提醒你 一个人要有善良和良知 当你助长邪恶的时候你将来是下地狱 你只有坦坦荡荡做人 只有一心向善你将来才可以进天堂 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任重道远 中共建政那么七十年来 无数个民主意识为了追求民主自由 为了粉碎专制前赴后级 已经付出了几代人的代价 死在狱中的无以计数 有很多人他们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就死在了反抗中共的铁狱里面 那么到了我们今天中共已经执政了七十年 我们仍然逆来顺受 仍然强调到什么时机不成熟了 共产太强大了 现在跟他们反抗就是送死了 这种言论的人 你只能讲你是选择民责保顺 你是选择自干为奴 因为共党从来没有不强大过 自从中共建政他们用三反五反的运动 他们用大要进文革以及8964坦克车机关枪的行动 他们都运用专制最强大的力量 去扑遍人民所有的对他们反抗的怒火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始终选择忍气吞吞 选择在共产党的铁梯下坐流坐马 我们发起全民共产 就是试图在中国找到一条裂缝 找到一个具体的行动 但是全民共产仅仅发起到现在 只有十来天时间 就已经被抹黑成变成了是共产党的 叫做五一手铐计划 八八手铐计划 就已经被抹黑成是共产党的钓鱼计划 就已经把这个本来是发动民众向共产党挑战 支持中国民主 推动中国民主前进的这么一个计划 被污名化成帮助共产党钓鱼的计划 所有扑面全民共产这些人 你们只要稍微用你们的大脑去思考一下 这个计划它真实的是口炮还是行动 这个行动动摇了谁的根基 这个行动的发生 它让谁感到内怕 你只要认真的考虑下 你就不能分析和看错 想扑灭这个计划的 想抹灭这个计划的 以及现在疯狂攻击 我们全民共这几个领导人的人 这些人他们是为谁在服务 为谁在帮谁的吗 他们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究竟是达到保共维稳 还是达到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目的呢 如果你是不加私手的 仅仅是因为你自己个人的辱诺 仅仅是你自己今天不敢站出来 仅仅是你自己对上街一种恐惧 然后你就迁入于这个计划的发起者 只能讲无论是你的智商还是你的勇气 加上你的胆量 都是属于共产党最喜欢的这种人 这种人你就不要参加民主革命了 既然你没有反抗的力量 你就做一个吃瓜军楼在那观望就行了 你至少你不开口不发言 你观望总不至于共产党也到你家把你抓起来吧 你根本就不敢上街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号召上街的人 是号召每一个中国人都到街上吗 我们号召上街的人 是那些本身全力受到共产党亲爱 我们即使不好召他们也每天都在上街的这些访命 每天都在跟共产党做着各种群体抗争 我们不过是让这些群体抗争 用一条线把他们串起来 选择一个共同的时机让他们去抗争 没有喊你去 你最多是做回吃瓜军动去围馆 你想去围馆你就去 你不想去围馆就坐在家里 我不知道你那么紧张 你那么害怕损害了你什么力 你把这个运动扑灭 你究竟是为民主革命在天钻加瓦 还是为共产党维稳保共 再增加这个共产党邪恶的力量呢 我觉得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稍微有点头脑 只要分析想一想 就一点都不难看出 这个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是属于没有智商 就是属于到网上起哄胡闹 然后甚至是到网上 因为你这种胡闹给你自己增加几分口实之快 是你自己每天抓套我 每天打击别人 你感觉到一天不去嬉弱哪个人 一天不去嘲笑哪个人 愚弄哪一个人 一天不去攻击哪个人 你就睡不着觉的 那你是精神分裂 你就继续做好你的神经病就行了 既然你是神经病 自从你得了神经病 你就感觉到你精神爽多了 那你就继续爽下去吧 因为你每天沉浸在你精神病的治愈自乐中 你就继续愉快去吧 共产党最喜欢全中国人民都演变成斯德格尔摩镇的神经病 共产党人最喜欢让你们这神经病 让你们疯就疯 让你们睡就睡 让你们装就装 你们就在共产党的铁梯下继续当奴隶 你去镇什么啊 网上居然有人嘲动我 说是共振不如车振 车振不如床振 像这么无耻 像这么低级 像这么庸俗的人 你只配去床振和车振 你懂什么叫共振 你懂什么叫革命 你懂什么叫政治 你把一个政治革命行动 形容为车振和床振 你的思想多么肮脏 你的行为多么下流 你自己多么可耻 当你讲出这种话的时候 你敢亮出你的真实身份吗 你敢亮出你的家人 你的亲朋好友 看看你讲出这么无耻的话 你是不是个人